兄弟们 兄弟们 雪山牌子都涨价了 380到400万了 据说的话 星期六晚三8点 晚秋要跟平头搞800个牌子的还工五位五 800个牌子什么概念 按照雪山的现在的价格的话 30块钱一个牌子 800个牌子 差不多三局脸剩 就是2.5个W 牌子的话是2.5个W 一边大概就是2.5个W 2.5个W的话 再配上什么指挥操作手的话 平均一边的话 感觉这一场局的话 一边的话估计能够达到一个 差不多是5个W打5个W的局 好吧 好吧 我们星期六 晚上的话同步给兄弟们解说一把 看一下晚秋营还是平头营 平头的话雪山复战队 兄弟们 有一说一的话 这一块的话一般人的话打平头 说句心理话打不过 兄弟们评论区点评点评 你们觉得这三局脸剩的局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比分 我感觉的话 就如果说我感觉的话 平头2比0晚秋 我感觉因为毕竟平头这边复战队 要硬件有硬件要指挥有指挥 晚秋这边的话刚刚来雪山 你们觉得比分是多少 我觉得大比分2比0平头赢 实话实说 我觉得晚秋如果说能赢一把的话 我都觉得很猛了 真的 因为平头 假主持六拳 福战队不跟你嘻嘻哈哈兄弟们 真的 你们可以预测一下比分啊 兄弟们 预测成功了 给兄弟们发赞月卡吧 牌子的话 发不了 给兄弟们安排一个月卡吧 明天晚上六点钟 来看晚秋大战平头吧 兄弟们